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,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,它们总是被推迟,被搁置,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。 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,而那些沉重,抑郁的,不得已的,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励志温情电影。 49岁成为电车司机的男人的故事 49岁的童井是一家大企业的高管,最近因为大环境不好,企业要进行工厂整合,上司将工厂清理,土地抛售,还有人员剪裁,这些棘手的工作交给了他。 这件事情做好后,就会给董事会留个好印象,而他也会因此被提拔为董事。 接到任务,他连忙来到一个工厂,工厂的厂长是他的旧箱石,川平。 虽然他很不愿意让川平丢了工作,可现在建在弦上不得不发,关闭工厂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不是他能够改变的。 现在这样的环境,很多工厂都难以生存,养一个工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 川平无法理解为何一定要关闭工厂,以一个厂长的角度来看,用心做好产品就能改变现状。 童井摇摇头,觉得川平想得太简单,再好的产品也需要市场战略,而现在的市场已经不是他们的位置了。 他明确地告诉川平,上面做的决定是不会撤回的,企业也不是慈善机构,讲人情是无法经营的。 川平问他,公司是为了谁经营的呢?他笑了笑,还能为了谁?消费者和公司。 那公司又是为了谁存在呢?他显然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,只能敷衍过去。 川平无奈接受这个决定,童井临走的时候,他将一个木雕送给了童井,那是他儿子亲手雕刻的。 儿子和他一样很爱做手工,可是因为生了很严重的病,一直躺在病床上。 他之所以这么拼命地工作,也是为了儿子。 童井听到这里,有些惭愧,不敢再待下去,找了个理由拿上东西,就匆忙离开了。 回家的车上,他依旧在忙公司的事情,到家已经是夜里,妻子妻子还没有回来。 女儿小幸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,面对她的询问,也不回答,头都懒得抬。 而她也已经习以为常,自顾自地开始说教。 找工作,要上点心,不要整天待在家里等着工作找上门。 这个社会没那么多好心人,愿意去养有手好闲的人。 小幸听到这些就头疼,转身回了房间。 童井叹了口气,母女两人一个样。 随后看着川平送她的木雕出了神。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讽刺,有的人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不去争取,而有的人需要工作却面临失业。 她不忍心看川平一家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,便为川平在总公司争取了一个职位。 可川平并不想去,努力做出好的产品才是她想做的事情。 工厂关闭,总公司也没有她的用武之处了。 前半生有太多不得已,后半生她要自己安排。 年轻时的梦想她到现在都没有放弃。 童井还想再说些什么,川平却挂断了电话。 她不禁感慨,如果能选择,谁不想做喜欢的工作。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,母亲摔倒了。 她连忙通知了季子和小兴,想让季子替她回去看看。 但季子的店刚刚开业,根本离不开人,所以也只能她亲自回去了。 公司正是忙的时候,母亲病的也太不是时候了。 她的话让小兴很生气,老人病了作为儿子不应该立刻出现吗? 她没有生气,直说,等你不如社会就明白了。 次日一早,她便带着小兴回到了老家。 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是心肌梗塞还没醒来。 好在已经脱离生病危险。 不过这个年纪的人摔一跤可不是小事。 医生建议还是要做一下精密的检查,这样也会比较安心一些。 在医生为母亲检查的时候,童景还在电话里处理工作的事情。 小兴质问她,难道工作比家人还重要吗? 她却觉得小兴在屋里取闹。 回到家乡,小兴才有了笑容,这是她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 去东京生活的这些年,每天都在怀念。 而童景没有心思抒发情怀,走在路上还在不停地看手表。 面对熟人打招呼,也是一刻都不停下脚步。 景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处理工作。 晚饭是小兴做的,用的都是奶奶做的半成品。 一碗味噌汤,才勾起了童景的回忆,说等回到东京,让母亲多记一点过去。 丝毫不记得自己说过,未曾记到东京就会变质的话。 小兴忍不住吐槽,说她什么也记不住,因为她脑子里只有工作。 在家里说的话,根本不重要。 妻子坐最后一班车赶了过来,看到妇女两人的状态,知道她们又吵架了。 但也习以为常,她们经常这样。 小兴回了房间,夫妻两人相对而坐,聊起天雷。 童景突然意识到,好久没有三口凑齐了。 自从妻子开始工作以后,她的工作也开始忙起来。 两人都是早出晚归,根本没有相处的时间。 现在才感觉,一家人在一起才最安心。 以后有时间,她们一定要一起去旅行。 上次全家一起去旅游,还是小兴刚上中学的时候。 妻子只记得,她在海边还在忙工作。 母女两人都觉得很扫兴,也失去了在跟她出去玩的兴致。 她正想为自己辩解,公司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 下属做错了事情,她毫不客气地严厉批评。 还没消气,又一通电话进来。 听到的消息让她陷入沉默。 就在下午的时候,川平遭遇了一场车祸,抢救无效,去世了。 噩耗来得太过突然,昨天还活生生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,今天就不在了。 这样她有些无法接受。 她很懊恼,为何跟川平的最后一次见面,是在那样的情况下。 如果当时她没有走得那么着急,而是和川平一起,喝喝酒,叙叙旧,就不会像现在这样,留有遗憾了。 母亲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,但还是需要人照顾。 同警公司的事情一堆,必须马上赶回去,而妻子的店里也需要人。 看着两人如此纠结,小信主动提出自己留下,等到奶奶好了之后再离开。 小信开始意识到,曾经只有父母忙于工作,疏忽了家庭,而现在母亲也变得和父亲一样了,总是时不时地看一下手表。 听到小信这样说,同警不知如何接话,重重地叹了口气。 病房里的母亲很理解两人,有工作忙是好事啊。 回到公司的同警还在想着川平的事情,他从下属那里得知,川平是在处理工厂关闭事务的途中出的车祸,因为知道那是他的任务,所以尽心尽力,妥善处理。 这让他更加愧疚了,还没来得及参加川平的追悼会,家里的医院又打来电话让他回去。 母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,医生在胃里发现了肿瘤,而且是恶性的,一个又一个的打击让他缓不过神。 冷静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,也开始为今后的生活做打算。 他想要将母亲接到东京去,可对于母亲这种年纪的人来说,在家里才是最安心的,想让他们离开家乡是不可能的。 可他还是极力劝说着,母亲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在东京生活。 东京的空气比这里新鲜吗?东京的水比这里干净吗? 东京的人比这里的人更体贴老人吗? 他还是更愿意待在家乡,童景无法反驳,只能沉默。 回到家里,他翻出来小时候的东西,铁盒子里都是他收藏的车票。 小时候的他很喜欢电车,还梦想着成为镇上的电车司机。 母亲知道后很高兴,还说一定要在他开着电车经过的时候,站在院子里跟他挥手。 可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去了东京,娶妻生子,成家立业,逐渐忙碌起来。 成为电车司机的梦想,也再没机会实现。 他坐在站台的长椅上,看着电车停下又离开,回想起过去的这半生。 他为了工作忽略了家庭,和妻子没有了之前的亲密,跟女儿的相处也不融洽。 所以这么拼命的工作,究竟为了什么? 经过深思熟虑,他做了一个决定。 他要辞掉东京的工作,留在家乡实现小时候的梦想。 对于他这样的决定,小姓很是惊讶,但同时以为父亲能在家乡感到高兴。 当他将辞呈交给上司,上司很震惊,无法接受。 不明白他为何会在即将成为董事的时候离开,可看到他决绝的态度,也没办法阻拦。 他将简历投到了家乡的电车局。 局长觉得不可思议,曾经在那么大的企业担任高管,为何现在辞了工作来开电车? 去年招了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现在没有留下一个,全都为了发展去了更大的地方。 像他这样反着来的,真是少见。 虽然他的年龄是大了一点,但找驾驶员还是应该找稳定的,当地的人最合适。 于是局长决定见他一面,母亲还不知道他已经辞了职,担心他每天来回跑,身体吃不消,让他专心工作,不要总是往家跑。 他笑了笑,一辈子只要孝顺父母一次吧。 母亲反驳,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孝顺了,而他已经在这么做了。 对于他这个年纪还能追逐梦想的勇气,局长很是佩服,决定将他留下。 而在此之前,他要去东京接受专业培训,培训后只要能通过测试就能入职。 这时他才决定将辞职的事告诉记子。 没想到还没开口记子就已经知道了,因为他的上司曾给记子打过电话,让记子再劝劝他不要辞职。 但记子知道,他一旦做了决定,没有人能够改变。 况且记子很支持他这个决定,之前就有预感他总有一天会提这件事。 培训开始了,他在人群中应该算是岁数最大的,但这并不影响他认真学习。 他像个小学生一样仔细地记着笔记,然后是一次又一次地考试测试。 在家乡被大雪覆盖的时候,母亲的病情好了很多,一家人聚在一起,场面格外温馨。 而他也终于通过了考核,成为一名电车驾驶员。 那一刻他的心情无比激动,前辈带他们了解现在铁路的状况。 这里的电车虽然是很多年之前的,但丝毫不能阻挡他们对工作的热情。 电车经常出现故障,他们也不觉得烦,每次都会认真修好。 在他们的眼中,这是他们最好的工作伙伴。 第一次坐上电车的驾驶座,童景表面淡定,内心却激动不已。 他没想到年过中旬,还能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。 就算已经行驶在轨道上,也还是不敢相信。 休息时,当地的一个新闻记者来到电车局, 因为听说了这批新员工里,不但有49岁挑战第二人生的新驾驶员, 还有参加过贾紫园的王牌投手。 后者便是和他一起进入当地电车局的同事,龚田。 龚田曾是一名职业棒球手,但因为受伤,无奈放弃了棒球梦。 童景这才理解,为何龚田通过考试,却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。 对于龚田来说,做电车驾驶员是无奈之选, 说到底只是为了谋生罢了。 看龚田如此气馁,童景心里也不是滋味。 他将川平儿子做的木雕拿给龚田看。 这是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活到20岁的小伙子,在病床上坐的。 而他的父亲就在不久前,因为车祸去世,留下孤儿寡母。 他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。 那位好友常常对我说,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工作, 可他死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。 仍然都说我是成功人士,可我算得上成功吗? 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,才恍然大悟。 如果再不去实现梦想,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 所以我不把这当成一份工作,而是我的梦想过度。 人的极限是由自己决定的。 不管几岁,只要肯努力,一定能实现梦想。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夏天,童景做驾驶员的工作已经游刃有余。 他觉得工作很快乐,但也多少有些惭愧。 而惭愧可能源自于,他之前一直认为有快乐的工作是骗人的。 小幸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而此时的他并不像之前催促小幸, 而是让小幸不着急慢慢来,只要是向前走的,慢点也没关系。 他的改变也让小幸感到诧异,都说人老了就会安于现状。 看来他也要到老的时候了,小幸想来看看父亲工作的地方, 发现这里工作的人虽然劳累,但脸上都带着笑容。 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,真是好啊。 不像他,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 病床上的母亲虽然已经无法起床, 但通过反光镜,看到楼下正在认真工作的儿子, 还是觉得很欣慰,很自豪。 护工打趣道,还是大公司高管的儿子,更让你骄傲吧。 母亲不这么认为,为人父母只希望孩子开心就好了。 没过几天,母亲因为突发状况被推到了抢救室, 而童景正在开车,没有接到小幸打来的电话。 小幸打电话到电车局,要到了他驾驶的电车的路线图, 在他停到车站的时候赶了过去, 得知母亲发病,他想要立刻去医院, 可他又不能留下电车上的乘客。 工田看他着急,顶了他的班。 没想到在工田驾驶的时候, 因为一下突发情况,临时停车。 在他出去查看的时候, 一个小孩钻进了驾驶室,启动了列车。 好在他反应很快,阻止了事故的发生。 这虽不是什么大事, 但被一个乘客拍下来,发到了网上。 上时间舆论来袭,上面追究责任。 工田向同情坦白, 他认识那个孩子, 那孩子是个电车爱好者。 他曾让男孩进过驾驶室, 才让男孩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。 童景没有怪工田, 毕竟开到一半离开, 他也有责任。 现在上面追究, 必须有人站出来。 那辆车的主驾驶是他, 所以后果应该他去承担。 惩罚结果还没有出来, 记者就找上了门。 他意识到这已经不是小事了, 他主动提交了辞职申请, 同时让他再考虑考虑, 他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。 他坐上驾驶室的那一刻, 就已经实现了梦想, 现在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。 工田很舍不得他, 请求他留下来, 答应他自己会成为一个好的驾驶员。 他拍拍工田的肩膀, 你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驾驶员了, 以后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 出了办公室的门, 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, 很多坐过他电车的乘客, 包括犯错的男孩, 都请求他不要离开,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, 他们都曾接受过他的帮助。 在他们的心里, 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驾驶员, 所有人都不希望他从这个岗位上离开。 这时, 局长也赶了出来告诉男孩, 电车没有驾驶员是动不了的, 但只有驾驶员也是动不了的, 因为有大家, 电车才能动起来。 所以大家要一起负责, 不能让童景一人承担。 在新闻发布会上, 公司承担了所有责任, 童景留了下来继续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母亲也脱离了生命危险, 但没剩多长时间的寿命了, 每天趴在窗口, 望着他驾驶的电车呼啸而过。 他没有选择休息陪母亲度过盛夏的时光, 是因为他知道, 比起陪着自己, 母亲更希望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护宫推着母亲去乘坐他驾驶的电车, 母亲一直望着他, 很是欣慰。 母亲想要自己最后的时光在家中度过, 他尊重母亲的决定, 回到家里的母亲, 神色都好了很多。 夜晚, 母子两人坐在一起聊天, 母亲盯住童景, 以后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能东张西望, 要专心致志地看前面, 才不会有危险。 他很开心, 有机会看到童景实现梦想, 他现在已经很知足了。 为了哄母亲高兴, 他让母亲一定要坚持到明年是年纪, 到时候坐着他来的电车, 全家人一起去参加。 母亲笑着回答, 我一定好好期待。 可最后母亲还是食言了, 在风吹卖浪的季节, 去了另一个世界。 处理遗屋的时候, 护宫交给童景一些香草, 那是妓子店里的东西。 他这才知道妓子经常来看母亲, 只是没有告诉他而已。 后来, 宫田在童景的鼓舞下, 重新开始追寻梦想, 成了镇上棒球队的教练, 而小兴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, 做了医院的护工。 童景还是继续开着电车, 在轨道上驰骋。 某天妓子突然出现在站台, 其实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, 他们夫妻两人这样的状态, 真的好吗? 直到看到意气风发的童景, 突然有了答案, 他们是可以走下去的。 上车前童景问妓子是否能做到终点, 妓子坚定地点头, 他不只会做到终点, 还会和童景一起走到生命的终点。 人到中年多少都会对生活感到万分安逸, 有着成功的事业, 健康的家庭, 他不会想起自己儿时的梦想。 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转变, 什么时候转变才不会晚, 这真是一个问题。 环游世界也好, 当一个电车司机也好, 或者当一名棒球职业选手, 选择做公务员, 哪怕只是为了糊口, 或者是做上班族和创业者, 其实都一样。 无论何种选择, 在俗世喧嚣中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, 勇敢坚定地迈出那一步, 克服旅途中的孤独, 焦躁, 退缩, 到达终点时的兴奋与落寞, 保持对生活的警醒和自我生命的鲜活, 而不是被生活的惯性所裹挟, 所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旅行, 他的起点是出生, 终点是死亡, 梦想与现实本没有冲突, 只要向前走就是了, 虽然有时很不现实, 虽然有时有点慢, 虽然有时有点东西要照顾, 但懂你的人, 爱你的人都会懂的, 只要快乐, 什么困难都会过去的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